在嘉义县中部香台三线知名阿婆湾附近 一骑害人听闻的车祸事件再次唤起了大众对于交通安全的关注 本次事故中 17岁的陈姓男子驾驶机车 因为注意前方路况 导致他猛力追撞前方骑乘高端自行车的31岁谢姓女骑士 这场意外不仅造成两人受伤重疑 幸福生命危险 同时也造成了价值高达新台币40万元的高端自行车严重损毁 事故中受损的自行车是一款定价新台币30万8千元的Zientify Advanced Show 零自行车以及价值8万8千元的K-DUX 36碟沙人组 算上其他配件 总价值高达40万元 这反映了线女对于自行车运动的热情及投资 同时也凸显了此次事故的严重性 此次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 再次提醒了大家在享受骑程乐趣的同时 安全防护措施不可忽视 尤其是在山区等特殊路段驾驶 更应该降低速度 确保安全 同时 这起事故也提醒了所有驾驶者 无论是机车还是自行车骑士 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避免一时的疏忽或鲁莽行为 让神不可挽回的悲剧 对于未成年驾驶问题 这起事故更是一个警钟 造势的城南没有驾照 这点凸显了监督不足以及未成年人驾驶风险的问题 社会需要对于青少年的交通安全教育 投入更多的关注和资源 从而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 最后 我们期望透过这次不幸的事故 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反思和积极行动 当局和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努力 不仅加强对青少年的驾驶培训和教育 提高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同时也应该加大对交通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惩罚 从而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